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四十岁级大学也很普通 现在的大学你随便去选课吧 如果每个弟兄很年幼的时候都告诉主 主啊 你给我两年 我本来是活一百岁的 现在我可能活一百零五岁 因为我父亲两娘给你 你加倍地祝福我 主啊 我愿意有两年好好爱你 我还年轻嘛 这一生应该做什么我不知道 人生应该怎么规划 规划来规划去 到后来也不一定是真的 我是念台大了 而且是外文系 就是那个时候最热门的系 最好的大学 怎么样呢 今天什么都没有嘛 跟我差不多同年 不是同年 不是同班 那就是李敖跟白贤勇 还有就是同班那个同学已经死了 叫什么 我忘了 都是作家 有名的作家 台湾有名的作家 又怎么样了 对手啊 你就告诉主 主啊 我是你的啊 我所有的决定都可能会错 如果错了 主啊 求你把我带回来 那将来你建筑 主说 你怎么浪费你离生啊 你就回答他 我告诉你了 我错了 你把我带回来 你干什么的 你说主啊 我和波罗兔能干什么 我小波罗兔 把自己奉献给主 告诉主 我不知道 还有 如果我们果然有一个家缝 有这个家缝 弟兄姊妹 在读大学的时候 或者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或者很年轻的时候 都有两年 好好读经 好好祷告 好好追求 好好到非洲去 做个半年 就好好去为主开展 各面都学 那将来你觉得很愉快 很显明 你就继续嘛 觉得不愉快 不够显明 再回来读书 或者找事情嘛 我们这一生 我跟你讲啊 你可以规划动 可以规划戏 也许所有你规划都成功了 那我恭喜你 那我恭喜你 因为什么 因为你就知道什么什么叫做 失望 根本没意思 根本没意思 懂不懂 你在地上说一切 你都做成功了 你才知道 how hopeless how useless how empty that is 没有意思 没有意思 我那个老板 在图书館老板 后来到Boward State 做director Boward State 在Indiana Indiana 4个州立大学 Boward State 是一个 做director 他就想要我去 做他的right hand 做他的右手 打个电话给我 Mr. Chu everything is ready come 大概他已经告诉了图书馆的人 我有个人 很好 他会来 做什么什么什么 我告诉他 我说对不起 I'm serving the Lord now 我服侍住了 他的回答也很有意思 What 我告诉你 我如果那时候 他要我去了 我也去了 做事会很风光 待遇应该是不错的 做什么呢 我现在就是 一定是一个 director of libraries 一个大学的图书馆的馆长 一定 怎么样呢 我能把图书馆带到桌面前去吗 桌啊 一百万本 两百万本的图书馆 都这么哭 都烧掉干什么 谁叫你浪费你的人生 在这些地方呢 我给你规划 好好一个人生 你怎么搞这个去了 不是随便这样 不随便这样 我们建筑的时候 有说不出来的亏欠 就是今天我们也会讲 主啊 在你面前 我永远有说不出来的亏欠 但是有一个 我的方向是对的 我的立足是对的 弟兄啊 你就这么好好爱主吧 会不会失败 弟兄啊 要欣赏失败 失败叫什么 失败叫做 我逼着你 再到我面前来 懂我这句话吗 我跟随主 跟随一下 不是 祷告也多了 贪忘也多了 照顾人也多了 然后 回来累了坐在那 主啊 你还能要我做什么 主就回答了 我从来没有叫你做这个了 你怎么累成这样 你说 I am your servant I am your maid servant 主就回答了 I never told you to do this I never called you to do this I never asked you to do this I want you to be my lover I want you to be my lover 我要你是爱我的人 对人生 不要后悔 主比你做得更大 所以我跟随主 这么多年 没有后悔 我们能挫到主之外去吗 我们能挫到一个地步 把主的事情搞砸了吗 我们没这个能力 主是主 我们好好把自己给主